明杰這一次事實上解放軍的佈局當中 很大的這個重點核心放在巴士海峽 那這裡頭有美中雙方的重要核心的對決 對 我們先來解讀 就是說為什麼解放軍從去年9月開始 頻頻用共機來切入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ADIZ這一個區塊 那他的動作 其實我認為必須分兩個不同面向看 大家有這個平時的常態性的 我們經常幾乎每天來的 這個一架兩架次這樣的一個騷擾 另外一種是屬於這個大兵力的一個編隊騷擾 那就是像這次10月1號到4號 這樣子連續149架次 這兩種是有不同的意涵 但是背後主要都是在 這一個控制這個台灣的西南 這個空域跟海域 那他的主要目的我認為 其實整個環繞在軍事上面來講 就是要先控後封台海 那先控就是現在已經在進行這樣的動作 那後封就是未來如果他一旦決定要用武力方式來入侵台灣的時候 就會企圖從南面這個地方把他封控起來 他主要目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為了要反介入 就是這個不讓國際的原台兵力有接近台海周邊 所以你看這一次為什麼會有149架是四天這樣大兵力出來展現 軍事上來講他也在模擬一個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的一個能力 所以回到國防部這幾天 向立法院報告為什麼邱國鎮國防部長提到說 2025年可能具備奪台的能力 中間其實有談到一個具體的部分就是 在2025年解放軍可能會具備區域拒止 反介入封控台海的能力 那換句話說就是說為什麼這經常性的在這裡進行空中戰機的一個 這個各式軍機的騷擾就是在開始在這個地方進行戰場經營 在磨練他的累積他的一個能力 那這一次特殊的是說一次單日動員高達56架次 當然這個就是局部針對性 如果每每有多國的海軍的兵力通過這個台灣南面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方式來這個予以這個示威跟回應 那同時也在累積他未來反介入的能力 這個我覺得是他軍事上重要的意涵 那回到剛剛前面這個前中國海軍的這個軍官姚辰談的 他有提出警訊說這個習近平需要一戰 那這個戰場非常可能是奪東沙 那這個可能這樣的想定過去其實一年來 已經討論當然非常多 不過我認為基本上這個解放軍奪取東沙這個議題 他基本上不是軍事層次的議題 他是政治層次的議題 因為主要要考量他政治的後座力 那特別是這樣的動作會不會讓中國他的奪台企圖上面 因為這樣子先奪東沙而殷小失大或者打草金蛇 為什麼這樣講 我認為習近平必須要評估的不是說拿東沙的軍力足不足夠 其實這一個像類似這樣的一個小島 基本上防衛力本來就有限 其實本來他就是這個義工難守 但是同樣的今天拿下東沙的意涵是什麼 對中國來講達到什麼目的 必須要考量的是有沒有可能評估這個美台變成給他給美台一個機會 可以用聯合的海空兵力這個反登陸把它拿回來 這是一種那反而促成美台之間直接的軍事合作 那第二種可能性是說美軍有沒有可能藉這個機會直接進駐台灣 這個都是後續的政治效應 那第三種我覺得對北京更不利的是 美軍如果評估說這樣的下一步有可能是直接奪取台灣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直接在台灣部署核武 所以這些後續的政治效應其實反而代表的是 如果一旦他先拿東沙的情況之下 反而對於他後面要攻台其實是極為不利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從這個理性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純政治或軍事上面的角度去這個推論 但是我們知道習近平的思維跟民主國家是不一樣的 他這個好鬥爭不管對台對美 你認為說他不應該做這動作 對他來講會有反效果他反而持續在做 往這個一個反向的一個方向在這個發展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台美之間當然必須要 國安戰略對話必須要提早有所因應 台灣也必須向美方示警說 這種可能性當然不能完全排除 那如果萬一發生的時候 可能國際上面應該有什麼樣的具體方案跟反應 那台灣自己當然還是需要小心 只是說回到說習近平需要一戰 如果我說戰場要放在哪裡 我認為奪東沙我剛剛講對他來講其實反而極為不利 我反而認為他會市值挑軟的吃 特別是在中英邊界 因為那個戰區是他可以控管可收可放 所以他為什麼在這個今年一次一口氣換了四個西部戰區司令 我認為在中英邊界 如果他真的需要戰火來支持他的一個政權的維繫的話 在中英邊界 這多國的國際的軍力也比較難介入 只有單純對印度來說 我覺得這可能性可能都還要比東沙來得高 因為畢竟在東沙他是一場海空戰 那解放軍現在雖然軍力是有所發展 但是現階段來講要對多國的聯軍造成威脅 或者是說這個整個讓多國真的因為這樣子就不敢於介入 我覺得恐怕中間風險是非常的高 那縱然解放軍現在號稱有350艘的軍艦 但是如果整個盟友的兵力規模 超過遠超過這個解放軍的情況之下 某個程度對他可以進行嚇阻跟遏制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看到已經開始在實現跟慢慢雛形已經出現 因為這幾天你就看到這一個英美日 那整個六國十七艘軍艦 浩浩蕩蕩的從台灣的東面穿越巴士海峽 進入南海再進行多國的聯合軍演 這樣的一個模式就是在展現未來整個 剛剛講的海軍部長 他想要整個多國盟軍能夠組成 高達600艘軍艦這樣的規模 其實對中國進行海上海空的一個包圍跟賀子 那回到最基本面 我認為自己能做的 台灣自己的國防的力量 全面來強化跟加速才是 整個防止這個中國入侵 台灣的一個根本之道 好我們稍後回來 今天如果你 junk 在街上 我們希望不到 帶 hashtag 我有